我这节目录得很久啊 这是屈指可数 我对嘉宾的这种气氛 没有底线 一样没有底线 对吧 你的没有底线是为了得到他 他的没有底线是还没玩够 这个事看着就很滑稽嘛 看那个求婚录像的时候 在西藏的时候还那样 一个飞机下来了 到了咸阳机场 怎么就会变成那样了呢 那么大个姑娘 就咱们基本的这个公共秩序 你应该明白吧 那机场那推车 是给你这么大的人坐的吗 别认为说现在的男人 就得听女人的话刺 这世界上谁都不该伺候谁 人和人之间是平等 灵魂也是平等 我不知道一个男人 怎么会爱上一个 天天泡在麻将桌上 天天抱在游戏堆里 和其他的异性 要见面要约会 我怎么 就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会爱上这么一个女人 然后她见到这个男人的妈 会怼他妈 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没搞清楚 你图啥呀 随你们吧 接下来一起信奏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在一块两年了 反正也是一直我在哄你 一直我在惯着你 但是这次我真的感觉特别地累 你真的让我感觉不到 你在珍惜我们这段感情 我现在 我可能真的觉得特别累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真的挺对不起的 我以前可能特别任性 然后一直都在 就是一直让你包容我 然后我今天来了这之前 录了一段视频 然后一直就挺想放给你看看的 我知道错了 你还能好好跟我在一起吗 你也录视频了 嗯 哎呀 我看什么视频 其实我们吵了很多次架 然后我也知道 我平常可能确实比较爱玩 然后小脾气比较多 然后总欺负你 其实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内心还是挺难过的 但是这些小脾气 我以后会尽量改的 改不掉 也希望你多多能包容我一下 然后我其实来到这儿 就有一句话特别想问你 我特别想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你还愿意娶我吗 我也就想在这个节目上 特别正式地问你一句 就是你想好了再回答 你愿意娶我吗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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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说这句话已经违规了 就撞门来了 你们就要都回来 你们再说嘛 不回来也就算了嘛 来 回去吧 小伙子 来 请关开门 我怎么觉得男生那个脸的肌肉 抽抽了 你下着了是吗 不知道 不是 这婚纱谁给你的 不是我们给你准备的吧 你自己整的是吧 嗯 在一起 谁能够学习和你 这段年轻 这段年轻人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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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好 我这段年轻人的肌肉 就是只要你知道这些问题了 你要是愿意改正的话 还是我来跟你求婚 好吧 当然这次是一个比较正式的 我也不愿意再想之前那样 闹着玩热球啊 好吗 嫁给我好吗 好 来来来 亮灯吧 这是主席啊 她们要觉得好 就让她们开开心心的生活吧 我愿意送上我的祝福 祝她们开心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帮她们开心心的 Life